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 为了给自己老婆更好的生活 比如让老宁更加放心她 再比如 以后她跟宁萌有了孩子 他们的孩子能够有更加优渥的物质条件 在这种思维下 陆继明的公司的业务做得越来越大了 公司做大了 陆继明跟宁萌就时常需要应酬 一般情况下 他们会一起去搞定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 但偶尔也有落单去处理问题的时候 人是有惯性思维的 陆继明记得宁萌做他秘书的时候 每次他醉酒都是宁萌送他回家 并且给他准备好蜂蜜水 之后再回自己家 那时候 他认为这样做是那么的理所当然 而现在他们已经成为夫妻 这件事情应该是更加的理所当然了吧 于是那天陆继明就喝大了 而宁萌又一次去接陆继明 只不过这是宁萌第一次以妻子的身份去接自己的丈夫 这一次的醉酒明显比以前的时候更加严重 宁萌简直是用尽自己所有的力气才把陆继明弄回家 然后宁萌习惯性地把陆继明安顿在沙发上 之后宁萌再反应过来 现如今他们已经是夫妻 他应该把他弄床上去 大看陆继明已经睡得不省人事的样子 宁萌觉得还是让他睡沙发吧 毕竟之前也都是这么过来的 于是陆继明就有了自结婚以来 早上醒后发现自己身边没有媳妇的惊悚经历 睁开眼睛的一瞬间陆继明被吓出一身冷汗 他纳闷为何自己已经结婚了 还在沙发上睡了一晚上 宁萌这晚上睡得也并不好 已经习惯了在某人怀里安睡 自己一个人突然就有点不适应了 而且现如今两人的身份不一样了 想问题也跟之前不一样了 以前看见陆继明醉酒 他并没有立场去管这件事 而昨天晚上他越想越生气 喝醉酒对身体不好 而且还给他制造那么多的麻烦 宁萌想想就来气 一定得想个办法制止他 因此清晨陆继明回到床上 拥住柠檬的时候 柠檬觉得自己根本没有睡几个小时 困意浓浓的他对于陆继明 此时对他的了拨毫无反应 陆继明只是信心地停止了动作 第二天开始 陆继明就接到了柠檬的口头通知 因为陆继明醉酒这件事 柠檬想到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陆继明醉一次酒 就罚他给柠檬洗一个月的酒 于是那一个月里陆继明就每天给柠檬洗脚 洗完之后陆继明还顺便赠送捏脚服务 柠檬每天被伺候的心情大好 业务能力也越来越好 于是在后边几个月后 柠檬发现陆继明出去喝酒也很少喝醉 而柠檬也在心里发出了窃喜 此时的陆继明正在酝酿另一件事 陆继明正在酝酿什么事呢 想知道后事如何 下回再说